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是由这位朋友用留言的方式 留言给你听的 你跟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它有什么问题好吗 好的 你好 我姓张 我是想问花哥有关 如果说我们那个丝瓜已经留种子了 那个种子那因为那个皮很厚 那种子要怎么把它弄出来 因为里面是蛮多种子很难弄 是用什么方法把皮弄开 然后把种子弄出来 还有里面那个纤维的部分 就当菜瓜布那种要怎么用 就是说把整个皮去掉 皮太硬了 因为再干就皮太硬 请花哥有没有特别好方法 把种子拿出来 然后把皮弄掉 里面那个纤维可以用当菜瓜布 谢谢 这个当菜瓜布的丝瓜 刚刚好好久没接受过 对 然后更重要是要怎么样收集丝瓜的种子 这个问题对花哥来讲其实是不难 因为我每年过去十几年 每年都会做同样的动作 其实我听着听众朋友留言 我在猜 他就猜一步 他说丝瓜的皮很厚 其实丝瓜的皮很厚 是因为丝瓜还在绿色 可能已经老了 但是因为它还没有干 所以它的皮还很厚 而且那个时候 如果说你要收种子 发现丝瓜的皮还是绿绿的 厚厚的 你要刀要切下去 还是不容易切 因为它也不是嫩的丝瓜了 但是那个时候丝瓜种子可能都还没有熟 所以我建议这位听的朋友 第一你让丝瓜留在丝瓜的架子上面 让它从绿色慢慢变成黄色干掉 以后它的皮就变成脆的 那时候你再把它剪下来 那当然有时候是因为乙液 有时丝瓜会花霉 因为太多潮湿的被雨淋湿了 那你可以稍微开始要变黄色 你把它剪下来 你把它放在干燥的地方 让它再继续干干燥以后 丝瓜的皮就变成脆的 你拿个小菜刀或者是锤子敲一敲 它的脆皮就可以被你敲下来 用手再把它剥掉以后 你就可以发现里面的丝瓜 我们的说太瓜布或丝瓜布 就在你呈现在你眼前 那同时你将这个干的丝瓜的两头 用剪刀或菜刀把它切掉两头 那你拿个盆子里面接这种子 所以把这切掉两头的丝瓜 干的丝瓜摇摇摇摇摇里面 好像可能上百个种子都会黑色种子 或者白丝瓜是白色种子都会掉下来 那种子你可以收起来 放在塑胶袋或者放在空的药皮里面 明年春天就可以来播种 所以说听众朋友回答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 你一定要等丝瓜它的皮脚皮干到变成黄色 脆脆的 手一捏就觉得它脆掉 那时候你的丝瓜布就可以用了 你的种子也可以收成了 然后你稍微花个三五分钟之间 用手慢慢把这些干的丝瓜皮剥掉以后 你就可以发现 然后种子摇完以后 你就会发现一块很漂亮的菜瓜布 或者丝瓜布就在你眼圈就可以拿出来用的 所以这样等到干燥 好的 非常感谢我们的原意大人花哥 你这一年帮我们解决那么多问题也是辛苦了 好 再次祝你新年快乐 谢谢您 是 大家新年快乐 好 拜拜 好的 那么在这节目最后呢 也是感谢所有支持 无事不登三宝店的这些朋友们 感谢你们的热情提问 也感谢你们的热情回答 祝大家2022年风调雨顺平平安安